词曲 李宗盛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十八页 二十一句 指下曰 是父母能结其利 是君能治其身 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 无必未知学矣 那这一句 指下所提的 是伦常大道 人无伦外之人 学无伦外之学 所以一个人真正有学问 有道德 他五轮关系 能够经营的 很圆满 那我们看到像民国时期 这个东北王善人 他不是智 但是他伦常经营的好 尤其中效恶自然 他能做得彻底 孝替之自然 可以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所以他不是智 他可以讲 伦常大道 这些 异理 他能够通达 那影响 还是蛮深远的 尤其他 强调 叫女教 很多女子 在 她的调教影响下 非常有负德 后来教出来的 子弟非常优秀 像 这个吉林双花江中学 那个吕捷校长 他一心为孩子 的教育 更高的官职 他都不愿意去做 就在学校一直带到退休 培养出很多学子来 后来 后来 我们刚好有机会去参学 见到他的母亲 那真的 非常慈祥 而且是王善仁的学生 所以这个虽约未学 看起来他们不是自然 他们也很谦虚 但是这个确实是有真学问的 像海贤脑上也是不失智 但是他的轮场都做得非常好 这是真有学问 真有智慧的人 所以我们学历高 不代表有学问 这个我们自己在这一句当中 要认知清楚 我曾经遇过一个朋友 他已经硕士毕业了 有一次他母亲 让他从冰箱拿一个东西 结果他可能拿错了 他母亲就说 哎呀 你怎么这么笨啊 怎么拿个东西都拿错了 哇他一听火就上来了 我都读到硕士毕业了 你还说我笨 所以这个 本来无一物啊 何处惹尘埃 虽然理上是这么讲 可是我们在事项当中啊 很容易就会染灼 连我们一个学位都会染 连我们一个学位都会染 这个也是名文啊 我二十年前呢 在推广传统文化的时候啊 我常常见到很多长者 都说哎呀我很没有文化 我当时候听就觉得有点怪 后来我有点搞清楚了 我就跟这些老者讲 我说我说我说这位长辈啊 你是没有学历啊 你不是没有文化啊 啊我们是呢有学历没有文化 有文化是会感化他人的啊 你学历再高不一定能感动他人的 那老人家他们可能不是字 可是他们的行为啊 都跟伦理道德是相应的 那伦理道德跟性德相应 所以他们做出来就会触动我们的善根了 我记得见到一个同仁一开始 听他在谈一些家里的事情 尤其谈到他说除夕也记住啊 那个奶奶背的都不怎么读过书的 学历都很低的 甚至都没有学历的 然后煮水饺了 在那个年代吃水饺 他说过年过节才吃得到的 水饺第一盘煮起来了 那小孩嘴都馋了 那一年才吃了一两次而已了 他的奶奶说不能偷吃啊 这一盘端到 这个祖先前面去 到祠堂去供着 供祖先来 那小孩 恭恭敬敬的端过去了 接下来等第二盘了 等着吃嘛 这个老奶奶又交代了 赶快端去给教书先生吃 不能偷吃啊 他又恭恭敬敬又端过去了 我当时听完很震撼 你说传统文化在什么时候传承呢 在老一辈生活的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但是这个动作就跟人的明德相应了 性德相应了 这些孩子就被老人家的这个动作 善根给增长了 孝清尊师的根基就在这里扎下去了 其实我们一些做人的态度 你说爸爸妈妈 啥时候教导的 或者哪一个行为影响的 有时候具体说不清楚 但是好像他们就是这么做人 从来不讲利 只讲义 财务清愿何生呢 从来不讲钱 还在那里算 谁出多少 谁出多少 我们家我没有见过这个 谁出多少 谁出多少 爷爷奶奶的是 我爸爸都是全包的 但是后来弟弟妹妹知道了 大哥你不可以这样 这个也要让我们静一点心 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的同学都很喜欢跟我一起出去玩 因为吃了饭了 那我 来来来 这个动作我做不出来 所以这是我付掉的 幸好我爸爸妈妈给我的零用钱比较多一点 不然这个动作我也做不了 这个是拿父母的钱 这个展现慷慨 所以这个教育真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我们佛门有一个公案 六祖慧能大师 他不是自然 那是真正开悟的人 见性的人 所以在六祖谈经里面有讲到 刚好 神秀大师写了一首记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事 末时惹尘埃 结果整个世里 大家都在传这一首记 因为五祖大师说 依据这一首记修行 不会多恶道 那六祖大师很老实 那六祖大师 交代他 聪明砍柴 他就乖乖的 在厨房里面 他都没有出去 人家 这个念着那个记子 他才了解到啊 然后 他就到了这个现场 看着那个记者 旁边有人 他说别嫁 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首 这个人一看他 可能就是南方人 看起来好像不是读过书的 你也会写记吗 那个口吻就有点轻视别人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 读了一点书啊 反而增长慢性了 所以六祖大师 讲到了 下下人有上上志 上上人有没意志 若清人 则有无量无边罪 这个话很有味道 下下人就是没有地位的 甚至是扫大街的 他有可能是上上志 有可能是开悟的人 大家以前 小时候有没有记忆 卖豆花的 小朋友围在他身边 在那吃豆花 他还可以讲很多人生的道理 武侠片里面呢 最不起眼的人 武功最高强 天龙八腹好像是这么演 最不起眼的扫地声 功夫最高 俗话也说 真人不露像 露像非真人 最让你瞧不起的 有可能是道德学问最高的 这个佛门在破我们的执着 所以文书 普贤这些大菩萨来都在哪 在厨房里面当义工 让人家使唤来使唤去 他们还欢欢喜喜的 一般这种活 苦差事 很多人都不想去 当然这些表法 不怕苦不怕累不分别 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就是修这一颗心 不分别不知足 先人后脚 什么苦差事自己扛起来的 当然这个表法也是提醒我们 不能轻慢任何人 尤其在道场里面 这些基层干活的人 很多是佛菩萨在来的 我们假如对他们不恭敬 则有无量如边碎 所以佛菩萨这些视线让我们一定要平等 这样才跟普贤行相应 这样主事带人接物 就是要接通西方极乐世界的平道 极乐世界 行共尊修 普贤大师之等 普贤菩萨的法界 那个平道要对准 就现前了 所以老上常说科技 会帮助我们更相信佛法 因为科技它追求真相 那佛法所讲的都是诸法实相 透过科技不断进步 让我们更相信佛法 其中佛法讲的 身则决定身 你那个平道接上来 你决定往生 所以就像看电视一样 那么多平道 那个实法界百界迁如 那么多平道 你要接通哪一个平道 不知道大家都看哪一个平道 最好按四十八平道 跟四十八院相应 十大院王打开来就是四十八院 所以大家频道要接稳 所以下下人有上上志 上上人当了皇帝不见得有智慧 但是刚好有福报 服务乱来的皇帝也有上上上人 有没意志 想吃福而已 所以若清人则有无量无边缀 不能清漫任何人 礼敬诸佛 往修供养 平等礼敬 平等供养 结果这一个读书人 听了六祖慧人大师这么讲 他也很难得 他马上态度就调整 愿意帮他写 但是提了一个条件 说你得一波 回来要度我 所以这个人也很聪明 当然他也向道之心还是很怯 这一生死身世大 一定要出轮回 善知识就是很重要的因缘 法华经上说的善知识的是大因缘 所谓化导令得见佛 所以他也掌握这个机缘 假如眼前这一位忍者 是能开悟得一波的 他也要掌握住这个机会 好 所以这个佛门包含世间 像王善人 他们这一些表法 我们都要懂得去体会 真正通达五轮能做出来的人 他能做出来 他的心境已经 替露这种圣贤佛菩萨的心 这是真有功夫的 不能看外表 看学历而已 更重要的对我们自己来讲 我们不能搞成佛学家 不能搞成这个学历很高 但是没有真实的道德学问 其实这样的人更没有福报 为什么 想一个高学历的名 其实是在想福报了 名义福也 所以世间想圣名 而实不符者都有其后 想这么高的名 就是福报一点一点在消耗 要名辅其始 而且想了一个名 就是一种责任 你当爸爸妈妈也是一种名 你要尽那个责任 我们在因缘当中被人家叫老师 那也是一种名分 没有传道授业解惑 常常被叫老师 也是损服报的 我们顺着这个名分 尽心尽力 那是积功雷德 有这个名分没有去尽到 都是消福报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二十二句 子曰得之不修 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事无忧也 这一句是论语的教诲 我们学论语 我们先学一家之言 学深入了 就可以出去参学 那我们学论语 我们跟着李秉兰老师学习 当然 我们在李老的教诲当中 也会想起很多老上的教诲 我们翻到264页文娱讲要 当中有提到 这个德 德之不修 这个德乃是人固有之明德 所以明德是我们本有的自性 如是道用的词不一样 指的是一样的 本善明德 这是儒家用的 佛家用的自性 真如 都是指一样的 心出动时 这个真心本来是什么 何其自性 本无动摇 何其自性 本自清静 所以六祖大师 他这五句话 帮我们认识真心 那我们修行 就往这个方向目标去努力 何其自性 本自清静 我现在有情绪了 有贪嗔痴慢了 这个是离自性更远了 我得格物 把这些习气调伏掉 那一开始心出动 觉知 由未失其明 有起心动面 但是能够觉知 还没有失其明 但是假如不觉了 妄动 则媚 媚就是昏媚 媚则转为凶德 就习气做主了 没有智慧 没有德行 所以故需修之 所以我们虽然有本性 但是你 要靠修了 修得有功 性德方显 所以故需修之 使父其明 让我们的明德 再能恢复智慧 所以叫明明德 所以第一个明就是要修 让我们本有的明德 再恢复回来 那谈到这个修 修正错误的想法看法 说法做法 在了凡视讯里面 谈到了修身以示之 那修依照经典的标准 我们的心形跟经典不相应 就要修正 不怕念疾 只怕绝齿 尤其十善业道经有标准 我们的身口意 跟十善不相应 就要调整 我们所有的修行 不会离开 身口意三业 所以十善就是标准 了凡先生讲到的修身以示之 这个示呢 就是安住当下 好好提升自己 不要去想 未来想干这个 想干那个 未来还没到 自己安住当下 提升自己 未来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这个柿子很有味道 了凡先生说 一好觊觎 一好僵影 皆当展觉之一 这样才叫实学 真实的学问 我们常常还在担忧未来 其实说实在的 都被这些妄念给控制住了 烦恼扶不住 所以金刚经特别提醒到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的念头里面 大分三种烦恼 要不懊恼过去 过去的事一直放不下 在胸中萦绕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的都有 一弹起来还在流眼泪 还在悲伤 过去烦恼 心要清静 不能被过去的事情染污染 有一铁药很好 叫身性因果 身性因果的人 过去的 在那很伤心很痛苦的事 就不再痛苦了 为什么 别人怎么对我 是我的因果 所以他对我不好 不止不要难过 代表什么 再还 对啊 他骂你 他打你 再还掉了 无债一身轻 也不是坏事 干嘛这么郁闷 这么耿耿于怀 看得破放得下 所以我们个性不开朗 心里面放太多过去的事情 转个念 本来气色暗淡 一转念 事事是好事的 额头就开始放光了 其实那个性格还是心里造成的 心境能转的 性格就转过来 那我们常常会 担忧未来的 其实身心因果了 预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 真正明白因果了 哪还有时间去打妄想 去担忧未来 把精神都用在哪 用在当下 每一个念头都跟真心相应 每一言一行跟精教相应 你的未来一定是 吉祥如意的 诸恶莫作 岁岁平安 众善奉行 年年如意 那有什么担心未来的事情 包含眼前也有头痛的问题 那眼前 每个心都用对来 在判断事情 因缘具不具足 判断好当前的境界 是非以物轻弱 我轻弱净退错 当前因缘具足的 这个缘成熟 可以答应 缘不成熟 不要打肿脸 撑胖子 眼前也是 能够用精教来判断 不烦恼 我们往往面对现在的事情 会烦恼 是我们没有随顺 佛菩萨经典的教法 是随顺的烦恼习气 不然办事情不止不会 生烦恼 办事在立事练心 还能练出耐心 练出真诚慈悲心 随着办事情 只要一考虑是 随缘 随这个缘 妙用 妙在哪 妙在为每一个人着想 这样来办事情 不生烦恼 生智慧 生慈悲 虽然事情多会累 身体会累 心不会累 还觉得 每天很充实 好 所以这一句 得之不修 这个修之是很有味道 要放下过去 现在未来烦恼 这个才在修 所以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再来学之不讲 这个学术 古代的学术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经典的深入 四书五经十三经 学术必须讲究 这个讲究就是 必须深入精障 才能有智慧如海 不能忽伦吞藻 而我们要能深入 要解的正确 而且要解形相应 你解的狭隘 甚至解偏 这个对我们修学 就有障碍了 你解的不圆融 在落实传统文化 感觉 会觉得 遇到事情 这样做也对 那样做也对 然后搞得自己 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你解透彻了 解圆融了 随缘就方 随着每一个缘 活学活用 活活扑扑 世事无碍 这个得要解的透彻 解的缘融 那这个就跟缘有关了 刚刚提到的 善知识者是大因缘 因缘前面加一个大字 就是最关键的 能够能够引导我们 慢慢划导令得见佛 见佛就是我们的明星见性 能恢复自性 那甚至是的教导 很重要 你看孔子讲 可与共学 为可与世道 可与世道 为可与利 可与利益 为可与权 代表我们求学问 的过程呢 学到利权 最高的境界是通权答辩 活学活用 那孔子他能讲出这样的话 那他的境界就是通权答辩 那你遇到这样的老师 他能指导你 往这个境界不断提升上来 那像 黄念老说的 一个人能够圆解 经教 他修一天 超过不能圆解的人 修一节 一节很长 所以代表 圆解就能圆修 就像我们看 了凡视讯里面讲的 三轮体空 内来布施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终不见所思之物 是为三轮体空 是为一心清静 这样 朵树 可以修无牙之福 朵树 那 一点点凉食而已 可以修 无牙的福报 没有边际的福报 一文 可以修千节之罪 所以菩萨 他布施一文钱 那比我布施一千万 福德多多了 因为他的心没有边界的 我的心 这个布施 还想 我布施一千万 你没有人知道啊 我还在那里 搞明你啊 不能比了 这一段话精不精彩啊 很精彩啊 我们把它搞明白了 哇 那不得了了 每一次做都是清静心事做的 每一次做都是 新包太区 亮周沙界去做的 这样理解义理了 又依教奉行了 那这样的人 天天境界不一样啊 不要说年年不一样 天天不一样啊 所以这里讲 学问必须讲究啊 必须把它理解透彻 理解圆满啊 就像我们师长 有一个专题的净土法门讲座 要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师长一开始就说了 你把理事因果都搞明白搞透彻了 你这一生决定了 上上平往生 你这一生可以啊 身实报庄严土 大家有没有印象 老师上有这么指导过啊 有印象哦 老师上讲 你这一生决定可以 实报庄严土 可能我们听到这里 起了念头 不可能 这个念头就是障碍 性为道源功德母啊 首先 这个念头就预设立场 就受障碍了 就不相信自己 你真的有这个念头说不可能啊 你听老阿尚的经教啊 很难随着老阿尚的教诲 就流入你的心田了 统统被自己的念头挡住了 善知识教我们的都是我们做得到的 他是应激在给我们说法的 他不会讲了老半天 讲完说 嘿嘿对不起你做不到 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 好 我记得我初学佛的时候啊 就是听老阿尚这么讲的 释迦牟尼佛跟你讲完经了 然后对你说对不起 你做不到 那不是跟众生开玩笑吗 这一段话呢 我印象很深 老阿尚讲的也很幽默 落了很深的印象之后啊 听老阿尚讲经的 只想着怎么做到 从来不会想老阿尚讲完这一段话说 起一个念头说 哎呀做不到 所以先入为主的知见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遇到老阿尚这么好的老师 建立我们修学的正知正见 老阿尚的缘也很好啊 他学佛张家大师教导他 把学佛的根基扎稳了 我们也很有福报 遇到老阿尚了 我们也要把正知正见扎稳 你扎稳了 你面对一切人事物 都是用正知正见判断 你修学不会修偏掉的 像张家大师教导 什么叫忏悔 后不再造 这个认知多重要啊 可是我们没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常常落在那里 掉在那个自我谴责的 漩涡里面出不来 那老阿尚不是这么教我们的 老阿尚叫后不再造 真忏悔啊 学言悔不恶故就好了 在那自我谴责的时间精力都耗过去了 尤其这个自我谴责是怀疑自己的 哇 那个会山崩地线的 能量处在最低谷 以后别干这种傻事了 老阿尚教我们后不再造 就是真忏悔了 所以这个修学的知见真的是很关键 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自自足迹 我就举其中一段就好了 你看这种理解多重要 老阿尚说了 什么叫念佛啊 你得把念佛解圆啊 你不能解局限啊 这样你修起来会分别的 修起来你自己都 不畅怀不透彻 老阿尚讲的 这个念字怎么讲呢 精心呢 心上真有佛 叫念佛 所以你用真心 你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处事待人就没有一样不是念佛 你看这个圆解多重要啊 你假如解成了 我坐在那里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才叫念佛 哇 那人家找你去应酬啊 你就生烦恼了 这个冤亲在主又来找我 你又推不掉 你看你解的不远了 你面对这些静缘 你会生分别 你也会生烦恼 你把它解缘了 这个推不掉的缘 我用真心去应酬 那可能那个应酬就办法会了 所以今年过年了 不知道大家法会办的怎么样 亲戚朋友都回来了 是吧 不见面也得见面了 这个时候办法会的机缘 为众开法障 那当然你首先倾听 了解他们现在的苦闷在哪 你在很自然的跟他们聊 好吗 好 所以这个学术啊 最重要的是把你给搞透彻 搞圆融啊 你修起来 就活活活泼泼的 不会卡卡的 不会哎呀这样也不对 那样也不对 都不知道怎么做了 第三呢 文艺不能洗 闻惜傲益当迁徙之 如意而行 这个意者已也就应该做的 我们说五轮十意 复词指效 这个词跟效就是应该做的 其实像到我们这种年龄 在家人你上有老下有小 所以对上要尽效 对下要慈爱好好教育他们 这个都是应该做的 我们冷静想想 现在这个五轮关系该做的事情 有哪一些 你真正思维下来该做的事 不少 我自己觉得 该做的事 我差不多才做了十分之一 觉得24小时不够用 该做的事都做不完 哪还有时间去打妄想 去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把这些意理搞清楚了 真的觉得太多本分要去敬 包含我们有福报 遇到很正直的朋友 执行是道场 无需甲骨 他很真诚对我们 看到我们的问题 他实体下来劝我们 我们要感受到别人这份诚信 那论语当中提的 法御之言能无重乎 改之为贵 人家义正词言 护念我们 我们说谢谢 感谢你的提醒 接下来 要改 因为 人家那么诚意的来护念我们 你不能只是 感谢你感谢你 还是依然顾我 人家下次就不愿意欠了 而且我们这个是学到向上的 学得好像很谦虚的样子 我们过心 谢谢谢谢 那也会搞名为利亚了 旁边有人都是 谢谢谢谢 这个叫 虚心接受 坚持不改 那这个虚心也是假的 所以文艺要习 珍惜经典的教诲 珍惜别人的劝谏 能够去改正 再来不善不能改 不善是过了 贵能改之 修行就两件事 知过 改过 这个在唐朝 有一位禅师叫鸟科禅师 为什么他叫鸟科禅师呢 因为他住在树上 其实这些大圣之士 都有他的用意的 可能他住在树上 自己照顾自己 不用人家伺候了 都有他的表法在的 他的表法呢 我的体会有限 可能以后看传记 比较能体会更多了 其中有一点呢 他这个表法用上了 因为遇到当时候的大文豪白军义 这个白军义 当了这个杭州太守 他是父母官 然后去 看望这个鸟科禅师 看着禅师住在树上 禅师你这样太危险了 住那么高 禅师说你比我还危险呢 点话他 你在官场上 比较危险 我没有你危险 白军义被点化 觉得禅师讲的有道理 还是我比较危险 接着就请教了什么是佛法 这个禅师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个是大臣法应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白军义听了 说到了 三岁小孩都知道 禅师接着说 八十老翁 做不得 这个白军义为什么接得这么顺呢 三岁小孩都知道 因为毕竟佛理 读多了 听多了 但是忽略了 虽然理懂得很多 但是具体去落实的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们学佛 种实质 也不能学 学油条了 学成佛油子了 一个人家论佛理 滔滔不绝 口落悬河 但是这个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做得如何 自己可要清楚了 所以鸟科禅师 这句话是很有味道的 三岁小孩都知道 八十老翁做不得 那师长有一段莫保 写道 圣人之所以成圣者无他 没有其他 最重要的是什么 情与讲学 勇于改过 这是他 为什么能承胜的关键 其教化众生 贡献社会 亦无他 情教学 勇改过 还是这两件事情 所以代表什么 自行化他 情与教学 勇于改过 而那个情与教学当中 老儿上也现身说法 他老人家说了 我讲学几十年了 别人有没有受益 这个我不知道 我自己把自己讲明白了 最重要的劝自己 而且讲学 讲出去了 就像成德 第一年教书 应该算第二年 当班主任 带一个班 三十五个学生 你每一个道理 讲出去了 这三十五双眼睛 看着 看着老师 看老师 看老师有没有做到 看老师 这个自己犯错了 会不会承认错误 过能改归于无 堂眼四十一孤 你讲给学生 学生都盯着老师看 所以这个讲学 最重要的也是要 劝自己 而且讲出去了 自己得带头做 不然难为情 小朋友都看着了 所以师长这一段 教诲 那也让我们感觉 你讲学 也要把道理搞清楚 学之不讲不行 而且要勇于改过 这样才能自行化他 那我们看这一段话 最后是 事无忧也 那这一段话是孔子 勉励学生 学者之词 假如学者不修不讲 不喜不改 乃教不成 遇到圣人来教也教不了 所以圣人影之为忧 这是代表老师 对学生的这一份责任心 担忧学生 学不成 所以我们不能让圣人担忧 我们不能让佛菩萨担心 一个人修道 首先不让父母老师担心 你还让父母老师担心 这不叫修行 这每天还得照不少夜 会让父母老师担心 铁定也会让别人担心 担忧 所以大根大本 孝亲尊师 从这里下功夫 那孔子 他担忧学生是这些重点 事实上 他自己当学生的时候 都是在这些方面下功夫的 圣人都是 做到在说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YK